据环球网3月17日报道 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发布视频称 车臣的特种部队正在马里乌波尔市作战 并称该市即将发生转变 此外车臣也公布了部队在马里乌波尔的作战视频 画面中一名车臣士兵手持步箱 不断地发射榴弹与乌军作战 以往贫于在镜头前露面 却少有战绩爆出的车臣部队 这次在马里乌波尔巷战中却当了一回主攻部队 俄方也表示车臣部队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损失的重装备 补给和费用全俄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支付 目前正在马里乌波尔作战的车臣部队 大部分是格洛尼斯特警队与第141特种摩托话团 在经历俄军车臣部队与乌冬武装长期的围困与进攻后 马里乌波尔的守军已经大部分被歼灭 整个战斗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乌克兰出手当地的第53机械化旅 箭制已经基本被打散 正与亚素营武装混杂在一起 躲进建筑中抵抗 卡德罗夫称 马里乌波尔几乎已经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 车臣的部队在前进 而乌军却在撤退 当然亚素营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他们正在懦弱地躲在角落里 清除工作正在缓慢进行 但城市已经被完全控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